大家好,我是鱼眼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2.5飞翘零加一层对单黄泉 流营事后读点多 2.6卡池曝光 2.4云梨流水稳了 2.5水宠来了 十连可白嫖 双毁灭灯场 2.5最高可获113抽 飞翘秘技巨怪特效拉满 软眉心形态来了 新穷铁道2.4卡池的云梨 霍霍已经登场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 除了云梨 霍霍的登场外 后续2.5卡池的飞翘 灵莎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 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各位开拓者们 比较关心的2.5卡池可获奖励抽数的汇总了 如图所示 主要分为了灵克玩家 小月卡玩家和大小月卡玩家 其中灵克玩家最高可获82抽 小月卡玩家最高可获105抽 大小月卡玩家最高可获113抽 总的来说还是非常香的 如果2.4没有抽卡计划的开拓者 现在开始囤心穷 只要不是太黑 2.5卡池的白毛狐狸飞销 基本上是稳了 而说起2.5上半卡池 即将登场的新5新角色飞销 抛开强度不谈 角色的时机和例会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技能特效方面直接拉满 飞销除了技能爆衣漏背的形态绝美外 飞销的秘技巨怪也非常的给力 秘技开启后 在脚下和周边范围内形成封场 跑图的时候 会将路过的怪物全部卷起来 最后释放攻击 画面太美不忍直视 感兴趣的开拓者们可以去看看 除此之外 就是后续卡池角色的相关消息了 其中提到了后续软梅有可能成为新神 并且会有一个新形态 其次下一个开拓者解锁的命图是虚无 也就是再开启新命图的话 虚无主就要来了 软梅据说也会有双形态 不过消息目前存疑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新虫铁刀2.4卡池终于来了 新五星角色云梨也已经登场 同时霍霍也迎来了首次复刻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 除了新五星云梨的登场外 后续2.5卡池的相关消息 基本上也都被放得差不多了 就后续卡池飞销 零莎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2.5上半卡池飞销技能机制 特效相关的消息了 相信有关于飞销的技能特效 各位开拓者们应该也都看过了吧 不得不说 力会包裹的比较严实 但是大招特效爆炸 直接进入爆一形态 每杯依然无余 0加1的飞销在混沌的测试中 可以达到81万的伤害 不过在配队成本上较高 对群和黄泉对比倒是差了不少 算是被黄泉给玩爆了 真就是对单黄泉了 然后就是2.5下半卡池的新五星角色 有关于黄泉这个限定五星丰饶角色 玩家们的期待还是非常高的 黄泉作为流营超击破队的售后 就目前黄泉全员0加1 混沌12成的表现来看 召唤的兔子行动频率有点慢 黄泉有吃点作用 但作用又不明显 虽然是生存位 但是都在拐力上面 销刃还不可控 这下真不如加拉赫了 保人能力貌似也比较难受 不过毕竟只是V1 具体看后续是否会有其他改动了 而说起后续2.6卡池登场的新五星角色 就目前的消息来看 活动中提了嘴斯蒂芬 而早期的消息中也提到 斯蒂芬会在2.6版本登场 有关于鹰的部分消息貌似也有了 这两位倒是有可能在后续的2.6版本登场 其中斯蒂芬据说是兵系 鹰也是兵系 不过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星穷铁道2.4卡池的云梨已经登场 人权卡辅助角色霍霍也已经复刻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 说起云梨 人气还是非常不错的 也是自克拉拉之后的首个限定裸足少女角色 加上霍霍陪跑复刻 想来云梨卡池的首日流水数据不会太差 而说起后续2.5卡池的相关消息 其中除了星舞星角色飞霄 灵莎的登场外 在2.5版本两个活动中可以获得的星穷奖励分别是 1200 540 合计是1740星穷 折算下来也有将近11抽 还是非常香的 同时2.5版本的活动中 开拓者们完成活动还会赠送壁子和宠物 宠物叫梦默 是通过完成星天眼舞一点活动后获得的水宠 除此之外 在后续的版本中 据说还会有两位毁灭角色登场 不过两个角色登场起码要到3.0版本之后 两位新角色的定位分别是 样子毁灭 虚速毁灭 样子毁灭角色使用的是速度和生命 虚速毁灭使用的是生命和生命 都是在刃的基础上去设计的 样子毁灭配队 游灵莎 罗莎 还有一位虚速角色 就是不知道后续刃会不会喝汤了 值得一提的是 2.5下半卡池的灵莎和未来角色的机制也来了 灵莎的召唤物在发动追加攻击的时候 兔子的可用次数越多 动画中的兔子就越多 未来编对位置的不同 也会因为角色位置的不同带来不同的争议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线了 感兴趣的开拓者们 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